Hello 今天是年三十晚 我家的習慣是以前媽媽要到了晚上11點多 就會炒一大盆齋 這一盆齋就叫做手碎齋 目的就留回來摘年 年年有餘 一直到年初一的午餐才開始吃 重要 要吃剩一碗留回來年初二開年 因為我爸爸有做生意 開年是很重要的 有荷蘭豆、紅棗、紅蘿蔔 法菜、金針、冬菇、豆波和高麗菜 食材這次一點都不可以簡單 一定要是雙數的 我這次準備八樣東西 想知道法菜怎樣洗乾淨 麻煩大家看回《招財進步》那段影片 這次這個菜不適合太濕 我們要幫它出水 如何出水呢? 放少許鹽進去 綁著袋子 熬一熬 放在這裡 二十多分鐘 就會出很多水出來 金針浸軟身後 將它打一個結 吃下去就會爽口 浸冬菇之前 一定要洗乾淨冬菇 因為浸軟冬菇這些水 就是最好的上湯 荷蘭豆你想吃下去沒有那麼粗糙 就要撕去兩邊這裡 滾水放進去 一分鐘就夠了 接著要連錘拿上來 放進雪水裡 這樣吃下去就會脆口一點 我每次都要煮滾水 將豆腐洗一洗 讓它沒有那麼多油溢味 接著就拿上來 沒那麼辣就可以拿出水 接著就切我們喜歡的大小形狀 熱乾就吸熱多汁 吃下去真的很棒 熱鍋熱油 爆香薑片之後 就先放冬菇 因為冬菇比較耐熟 炒一炒均勻 放的次序是很重要的 好像菜就要最後才放 接著放紅棗 炒幾炒就放金針和紅蘿蔔 炒幾炒就可以加上高麗菜 出了水是比較容易炒的 再炒幾炒就可以放豆腐 炒一炒之後 就可以加上我很喜歡的昆布調味料 炒均勻之後 在蓋蓋之前 如果覺得它乾就可以加些冬菇水 加完冬菇水 就要重新再試一試味 接著加上法菜 中小火煮20分鐘 煮好之後 最後才加上荷蘭豆 炒下去 現在就不要炒得太厲害了 要不然紅蘿蔔就會散了 放到漂亮的 一起迎接大年初一 如果天氣不太冷 最好也是在冰箱裡 在這裡和大家拜個早年 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套年行大運 身體健康 七日平安 恭喜恭喜 紙巨融 協定 集團 2個 3分 2個 2個 1個 1個 2個 4分 1個